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林健向中外媒体介绍了 王毅外长对澳大利亚进行正式访问的相关情况 访问期间 王毅外长表示 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 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 中澳关系实现破冰 重新启航 各领域交流合作逐步得到恢复 中澳关系实现了第二次重要转变 过去十年 中澳关系的跌宕起伏 既给我们留下需要汲取的教训 也积累了值得珍惜的经验 最根本的是坚持相互尊重 最关键的是坚持求同存益 最重要的是坚持互利共赢 最宝贵的是坚持独立自主 中澳关系既然走在正确轨道上 就要不犹豫 不偏航 不走回头路 既然明确了前进方向 就要争取走得稳 走得好 走得远 中方愿同澳方一道 以习近平主席成功对澳进行国事访问十周年 和中澳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 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 恢复两国间对话合作机制 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 本着相互尊重的态度 广控和超越分歧 共同推动构建更加成熟稳定 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